欢迎来到我们的智库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将为您带来三条重要新闻 首先T-Mobile美国公司 即将以44亿美元收购困境中的竞争对手 US Sailor 此次收购将为T-Mobile带来500万用户 并在美国乡村地区站稳脚跟 其次我们将讨论一本值得阅读的书 第四次转折点已经到来 这本书详细描述了历史的周期性变化 探讨了工人力量与企业权利之间的交锋 最后我们将探讨中国在2023年底 发布的游戏行业监管提案 这些提案导致中国游戏股市大幅下跌 政府随后迅速撤回了这些提案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CSIS报道 有时退一步看大局是有益的 这周的专栏从这个角度开始 Neil Howe的第四次转折一书 描述了一种历史的周期性理论 世界每20年左右 从一个高峰期过渡到觉醒期 再到解体期 最后到危机期 作者认为 我们现在正处于第四次转折 危机期 这是对黑格尔 正题反题的综合论 的现代扩展 及变化源自于永久的冲突 Paul De Groves 在市场的极限中提出了一个类似的摆动比喻 描述了劳工权力和强政府之间 与企业权力和弱政府之间 每40年左右的摆动 上世纪30年代的新政 是对之前几十年企业炙上导致大萧条的反应 而40年后的里根政府 则通过宽松的监管政策 推动了企业权力的增长 现在40年后 摆动再次向劳工和反贸易方向转移 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认为 捐低经济学没有奏效 变革总是伴随着紧张 因为它会带来赢家和输家 目前劳工和贸易怀疑者在赢 而大公司在输 无论这是否好 这都是另一个专栏的话题 在这个专栏中 我想谈谈赢家和输家的行为 简短的回答是表现不佳 企业抱怨劳工和贸易怀疑的 NGO现在频繁接触政府决策者 而他们被排除在外 忽略了过去40年劳工的抱怨 最近指责和政治测试达到了新高 共和党和企业 攻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和Rethink Trade的Laurie Wallach 指责后者 对政府贸易政策 特别是数字贸易政策的影响过大 双方现在不仅争论对方是错的 还争论对方没有权利 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 即使双方本质上 做的是同样的事情 这对长期以来 由左右两派共同攻击中间派的贸易政策来说 是一个丑陋的转变 James A. Baker Sun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报道 2023年12月 中国发布了一套 关于其视频游戏行业的拟益法规 这些法规将针对许多最常见的 视频游戏货币化功能 如每日登录奖励 首次使用游戏内货币的奖金 和占利品箱 一种类似于合法赌博的随机奖品抽取 然而这些提案的发布导致中国游戏股票暴跌 政府迅速撤回了这些法规 这一事件揭示了中国政府的监管力量 中国科技行业的影响力 甚至是政府对在线生活的焦虑 讨论者包括 Baker Institute的Brandon Jam 他在一篇相关评论中 深入探讨了这一事件 这次对话记录于2024年5月21日 Baker Briefing是一个探讨最关键的 国内外政策问题的播客 由Baker Institute的主任 David M. Satterfield的主持 每周发布新一期 每一期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 莱斯大学现场录制 观众可以通过加入 Baker Roundtable参与现场录制 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意见 不一定代表莱斯大学Baker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的观点 Discovery Work 尽管美国目前正经历动荡 但我们仍是一个幸运的国家 拥有像阵亡将士纪念日这样的节日 提醒我们那些能解决 我们难以克服的问题的价值观 大多数人正确地将阵亡将士纪念日 与向那些在战争中 为美国献出生命的人致敬联系在一起 这个节日的根源 可以追溯到南北战争结束后的那段时间 当时美国的分裂程度不亚于今天 南北战争导致至少62万人丧生 这一损失超过了美国所有后续战争的总和 1866年4月25日 密西西比州哥伦布的一群妇女 决定前往友谊公墓 约1600名在西洛战役中阵亡的士兵的埋葬地 为这些死者装饰花朵 当时 哥伦布和整个南部一样被联邦军队占领 一些市民担心 如果装饰偏向邦连的坟墓 会引起新的敌意 然而 这些祈祷中的哥伦布妇女 并没有这样的意图 她们平等地装饰了双方的坟墓 这一举动成为全国和解运动的催化剂 几天后 第二个声称发起装饰日的事件 发生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 詹姆斯河上的贝尔岛上 1866年5月30日 妇女们在邦连战俘 迎死去的联邦士兵的 坟墓上放置了花束 提到2024年的选举 大多数人想到的是 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 但还有一个选举将在6月2日举行 对所有美国人有深远影响 那就是墨西哥的总统选举 前墨西哥城市长 克劳迪亚·谢恩鲍姆 目前在民调中领先他的竞争对手 索奇特·加尔维斯 谢恩鲍姆是一位左翼民族主义者 致力于延续现任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的政策平台 加尔维斯则承诺拒绝这些民族主义态度和政策 并采取更友好的商业政策和与美国的合作关系 美国国会应关注墨西哥选举的7个数字理由 包括2023年12月美国西南边境有近25万名移民被捕或被驱逐 2024年3月墨西哥驱逐了28万外国公民 2023年美国有107,543人因药物过量死亡 2023年墨西哥从美国接收的汇款达633亿美元 2022年美国向墨西哥出口的精炼石油产品价值442亿美元 每天向墨西哥出口的天然气量为57亿立方英尺 2023年墨西哥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总贸易额达7990亿美元 这些数字显示了墨西哥与美国的紧密联系 墨西哥的选举结果将对两国的安全、移民和毒品贸易合作产生深远影响 公共卫生政策在墨西哥总统竞选中并不总是被突出强调 尽管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2024年的选举可能会带来积极的变化 克劳迪亚、谢恩鲍姆和索奇特尔、加尔维斯 都任命了经验丰富的政策专家领导他们的医疗团队 并发布了详细的计划 谢恩鲍姆的健康共和国十点计划侧重于预防、儿童早期护理和加强公共系统 尤其是为那些没有其他医疗保障的人提供服务的IMSSBNSTAR 加尔维斯的计划则关注于解决洛佩斯、奥夫拉多尔政府 在公共卫生管理中的不足 如恢复人民保险、改善药品分配和提高专科医生的可及性 尽管竞选平台主要关注国内健康问题 墨西哥的下一任总统应与美国总统合作 改善两国公民和居民的健康和福利 潜在合作领域包括疫苗接种、护理培训、监管合作、 禁案外包以及北美动物和流行病流感计划 墨西哥和美国可以通过这些合作领域共同应对 诸如糖尿病、肥胖症和心脏健康等共同挑战 希望墨西哥的下一任总统能利用这些机会 改善墨西哥公民的健康 同时加深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 将成为评估对抗虚假信息斗争的试金石 自上次欧洲选举以来 很多事情都发生了变化 随着生成是人工智能工具的广泛应用 创建和传播虚假选举内容变得更加容易 斯洛伐克在2023年议会选举前夕 出现了一次深度伪造的音频 涉及西方对立候选人米哈尔·西梅奇卡 类似的虚假信息也出现在总统选举中 涉及候选人伊万·科尔乔克 虽然虚假信息的影响无法确定 但受到虚假信息影响的候选人最终都失败了 生成是AI降低了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的门槛 但专家对其实际影响存在分歧 无论如何深度伪造和大量虚假信息 可能会使选民对选举信息失去信任 民主国家应谨慎保护其机构 免受这些风险的影响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一个温暖的夏日 我和家人站在阳光明媚的小火车站广场上等待 我们刚刚乘坐的火车已经驶向南方 父亲忙着整理行李 妹妹抱着猫 我则在数乌鸦 这是我第一次真正踏上俄罗斯的土地 那个我从儿童地图册中了解的俄罗斯 有田野 缓慢的河流 和穿着传统服饰的金发人们 虽然我还没有看到这些景象 但我们所在的小镇却充满了历史气息 母亲决定去附近的商店探探情况 而我则继续数乌鸦 这让我想起多年后 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在俄罗斯的经历 虽然他的报道充满了讽刺 但他也没有做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情 类似的报道在封闭国家中很常见 像是英语诗的节目 和在课间玩弄脏抹布的游戏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2022年2月24日 俄罗斯、乌克兰战争爆发当天 莫斯科大剧院上演了瓦格纳的《罗恩格林》 几天后 导演和指挥退出了项目 这一事件令人想起1936年的类似情景 俄罗斯的入侵 伴随着瓦格纳的音乐 令人联想到德国的军事侵略 近年来 俄罗斯的宣传 与纳粹德国的言论 有许多相似之处 普京的言辞 与希特勒在1939年9月1日的讲话 如出一辙 现代俄罗斯人和1930年代的德国人一样 普遍认为 战争是 防御性的 支持审查制度 并对国际社会的反应感到困惑 俄罗斯的历史 似乎在重演德国的轨迹 国家的自我迷恋 和虚幻的文明使命感 使其陷入困境 德国的历史教训表明 盲目的地缘政治冒险 从未有好结果 俄罗斯需要进行集体心理治疗 重新审视其历史和文化 以避免重蹈覆辙 美国企业研究所 我和儿子最近在曼哈顿的夏东区 经过一家书店时 发现了一本名为《五个故事的儿童书》 这本书由艾伦·温斯坦创作 讲述了五个不同时代 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 在美国的故事展示了他们如何通过努力 和家庭的支持在美国实现梦想 书中没有任何左倾的偏见 而是充满了创业精神和对家庭的重视 故事包括1914年的犹太家庭 1932年的意大利家庭 1965年的多米尼加家庭 1989年的波多黎个家庭 和现代的中国家庭 每个家庭都展示了 他们如何通过努力 在美国建立更好的生活 例如多米尼加家庭 开设社区杂货店 波多黎个家庭 创建了一个成为当地人聚集地的咖啡馆 书中还展示了每个家庭 如何融入美国文化 例如犹太家庭一起练习英语 中国小男孩给祖父母讲述 他喜欢的新食物 并用西班牙语交流 虽然传统文化依旧被尊重 但他们融入了更广泛的美国文化 书的结尾甚至展示了中国家庭 发现了一个犹太家庭百年前留下的玩具 成为对过去家庭贡献的珍贵纪念 五个故事 不仅展示了多元文化的融合 还传递了共同的美国价值观 希望和梦想 和武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 冷战结束后 德国总理赫尔木特 科尔希望通过增加德国的全球存在感 将其转变为主要的贸易大国 科尔与亚洲各国领导人的会晤 反映了这一政策 科尔支持日本在世界经济峰会上 进行更多政治军事咨询的请求 并在1992年慕尼黑峰会上 与日本首相公泽洗衣 讨论了苏联解体后 日本要求归还千岛群岛的问题 1993年 科尔进行了为期12天的亚洲之行 访问了印度 新加坡 印尼 韩国和日本 重点讨论了欧盟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进展 及其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科尔强调自由贸易的重要性 认为亚洲是21世纪的大陆 应该提升欧洲与亚洲的贸易关系 公泽洗衣同意这一观点 提出建立高科技和环境技术 合作委员会的建议 科尔也表示支持 在印尼 科尔与苏哈托讨论了冷战后 印尼在国际事务中的新角色 并同意向印尼出售前 东德海军舰艇 尽管在德国国内 遭到人权活动家的反对 科尔还在印度与总理拉奥 讨论了德国产品出口限制的问题 并在韩国与总统金永三 讨论了朝鲜核武器计划 和中国军事力量扩张的问题 科尔建议增加对朝鲜的国际压力 并指出西德电视和人际交流 在推翻东德宣传中的作用 认为这对解决朝韩分裂问题 有借鉴意义 每日电讯报 50年前的今天 印度正经历季节性天花疫情的高峰期 感染人数接近20万 死亡人数超过3万 然而1975年5月 印度确诊了最后一例天花病例 三年后 天花在全球范围内被彻底根除 这一成功的起源 可以追溯到18世纪末 英国医生爱德华·詹娜 她通过将牛豆液体接种 给她原丁的儿子 证明了牛豆疫苗 对天花的保护作用 詹娜的创新 在于她通过实验 展示了疫苗的有效性 从而推动了疫苗接种的普及 如今 人类挑战试验 成为一种重要的科学工具 志愿者被故意暴露于感染源 以获取详细的感染和免疫反应数据 过去20年 全球进行了数百项这样的试验 为瘧疾 祸乱和流感疫苗的开发 提供了关键数据 在疫情早期 进行人类挑战试验 可以更快获取精确数据 从而加速疫苗和治疗方法的开发 尽管存在风险 但通过精心选择志愿者 和严格监控 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 2021年 英国进行了首个新冠病毒 人类挑战试验 展示了在疫情期间 进行此类研究的可行性 未来 通过加强实验室能力 和完善伦理框架 人类挑战试验 有望在应对新冠等大流行病中 发挥更大作用 帮助选择最有前途的疫苗 从而更有效地阻止疾病传播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读团队推荐的 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 六读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读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